Hello 大家好 這次要介紹的是 Leica 51.2 Nautilus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要介紹的是Leica Nautilus 51.2 1966年 Leica在Photokina的展示會中 展示了全球首支大光圈的飛球面玻璃鏡頭 這支就是Nautilus 51.2 至今為止 這支古老鏡頭已經成為Leica粉絲收藏的極品 不要說是擁有 只是看到已經覺得很開心 對於發燒的Leica收藏家來說 Nautilus 51.2是王者之王 它十分罕有 現在找一支操控正常和成像正確的 Leica 51.2 即是一支單鏡 即是一支單鏡 有使用過的痕跡 沒有盒、沒有配件 都要接近港幣20萬 以一支1966年生產的鏡頭來說 其實是非常誇張的 這支Leica 51.2 擁有傳奇的背景 在1966年 那個年代製造飛球面鏡片的技術 其實是未成熟的 這個Nautilus 是因為生產的失敗率高 導致產量稀少 即使是最新的造鏡器材 都不能做出完美的飛球面玻璃 最終是用人手打造的 導致失敗率高 不少鏡頭 即使在組裝後 亦是因為通過不到測試 而可惜地報廢的 這個鏡頭在1966年至1975年 合共出產了約2000支 至今是十分罕有的古董Leica鏡頭 這支51.2 所以受追捧 除了因為有歷史性罕有 它的成像亦是供應出色的 一般的鏡瓶都會認為 它有現代鏡頭的清晰度 但還保留了Leica舊有一半的低反差 和暖色溫 加上50mm的焦距 特別適合拍攝人像 它在主題以外 散景虛化、柔和 擁有殿堂級的奶味 這支51.2 連配件都會貴一點 因為其實是罕有、少 而這支遮光罩 只是為它設計而做 並不可以安裝在其他鏡頭上 到現在為止 這個遮光罩 是約莫港幣2至3萬元 能夠保存好的NOTLESS 50.2 而鏡片在光線之下 其實是會呈現金黃色的 故事講了這麼多 不如我們看看這支鏡頭 拍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高芡的音樂 是 卡 雙台 是 超級 既然是 更為 只範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点点几分钟的介绍 你未必能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你有兴趣 知道更多关于这支镜头的资料 欢迎你来到我们尖沙咀的门市 我或者我的同事可以亲自介绍给你 你也是感受一下这支镜头的效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希望你给个like我们 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一有新影片上的时候 我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